正在对巴西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于当地时间28号在巴西南部城市伊瓜苏参观考察了伊泰普水电站 贾庆林参观考察了大坝控制中心、涡轮机市及水电库区设施 听取了解的有关情况介绍 贾庆林指出,伊泰普水电站是人类迄今建设的最大水利工程之一 是巴西的骄傲,也是巴西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 水电站投入使用以来,为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水电站库区建设兼水利开发、养殖、旅游生态保护为一体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贾庆林说,中巴都是水利资源大国 两国在水资源保护、水电设施建设和管理 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具有广阔的交流与合作空间 希望双方相互学习和借鉴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伊泰普水电站是仅次于我国三峡水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参观后,贾庆林来到伊泰普水电站植物园 种下了象征中巴有益的中巴有益树 全国政协副主席、揭秘书长、咸云祖等其他陪同人员参加了上述活动 28号至29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要在巩固经济回升势头的同时 适应世界经济变革调整的新形式 针对经济发展的新情况 以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为重要抓手 以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为动力 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 加大民生工程实施力度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 位于吴湖的奇瑞汽车公司 在应对危机中保持了强劲发展 李克强对企业做强自主品牌 大力开拓市场的做法表示肯定 他说应对危机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巩固和发展这一势头仍需努力 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海罗集团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装备 实现了利润增加 消耗降低 污染减少的多重效益 考察时 李克强鼓励企业壮大节能环保产业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他还来到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查看了核聚变实验装置 充分肯定科研人员为发展新能源所做的探索 在潮湖岸边 李克强实地了解水污染防治 考察了水污染控制与治理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施进展 他指出 加强环境保护既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 也有利于扩大内需优化结构 发展绿色经济是国际上一大趋势 在我国 市场前景也十分广阔 要强化科技创新 完善政策法规 以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为切入点 推进结构调整 提升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安徽电力调度中心 合肥天然气门站和居民小区 李克强查看了电力 天然气等能源供应 他说 能源是发展的基本动力 也是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 当前正值冬季 用电用气高峰 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大力增加能源生产 科学调度 保障供应 维护经济稳定运行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李克强来到乌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和樊阳镇恒山卫生院 进病室看药房 与医护人员和患者亲切交谈 他强调 要坚定不移把医改推向深入 精心组织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确保基本药品价格有下降 质量有保障 供应不断当 群众得实惠 使医务人员受鼓舞 当前甲型流感防治任务十分繁重 要把各项防控措施抓紧抓实 努力遏止疫情快速蔓延的势头 同时做好冬季其他一发传染病防控工作 在晚期间 李克强听取了 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充分肯定近年来安徽发展的成绩 希望安徽抓住机遇 发挥优势 继续开拓创新 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拥有颇阳湖三分之二水域面积的九江 便九龙制水为山河湖联动 通过产业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产业化 为一湖清水筑其坚实防线 这里是江西九江的浙灵湖 您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 由于这些小家伙 对于生存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 有一点污染都无法生存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们在哪出现 就是对哪的水质打了高分 这个高分可是来之不易 修河边上的新火有机硅厂 是环浦阳湖最大的化工企业 永修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它 环炮门槛提高后 这个财神爷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请出去舍不得留下来问题多 这些年我们围绕新火厂引进了20多家 有机硅负产物和废物处理的企业 争取实现企业小循环 远区大循环 这一招还真管用 企业也在环保指标的倒逼之下 尝到了废物利用的甜头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负产物 吃光榨尽的话 可以创造两个多亿的利润 相当于多了一个新火厂 如果说化工园区是九江产业经济 生态化的模板 那么生态渔村则是 九江生态经济产业化的方向 我这个水啊 不得外人连着 洋化那 正周一号就洋那个点熬 点熬 然后出去洋那个乡林岛 何福无论在水里 根子在岸上 能否保住一幅清水 功夫要下在岸上 为此我们市里面呢 最近几年 严肃投入 120多亿元 来治理洋洋湖周边的环境 为了更全面地做好 岸上文章 九江先后造林 近万亩寒洋水源 关停非法排污企业 近百家 在全市11个县 全面投建污水处理厂 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 以拉网式展开 达标排放只是我们的底线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使洋洋湖的水质 始终保持在三六标准以上 昨天包括广州深圳珠海在内的 珠三角九城市 首次联合举办了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近2000家用人单位 共提供3.7万个就业岗位 吸引了约10万名大学生参加 出现了供求两望的场面 在招聘会上 有上百家金融和制造类的企业 前来招聘成为一大亮点 今年广东安排优质重点大项目200个 布局发展装备汽车船舶等先进制造业 1.76万亿的巨额投资 直接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产业发展对用人的需求 也直观地体现在招聘会上 我们在广州的话 我们平均每个月都差不多要到200万吧 南方人才市场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 今年下半年 机械化空等专场招聘会的用人数量增加25% 而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 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 因为市场上马上体现出来 就是重化工业这一块的需求量加大 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用功量加大 由于广东很多大项目刚刚投资 因此今后几年内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今天我国最大的卫星有效载荷技术产业化园区 在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破土动工 您现在看到的这里 在三年以后将建成一个极卫星有效载荷系统设计研发 核心系统总装机程和卫星应用为一体的产业化机群 卫星有效载荷系统相当于卫星的大脑和心脏 是卫星中最核心的系统 该基地总投资21.35亿元 占地1000亩 建成后将使我国卫星有效载荷系统 由单个生产转化成批量生产 生产能力可以满足10年内我国卫星核心电子系统的全部需求 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 是我们中国的卫星有效载荷平台 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项目 预计呢三年之后 我们这个示范园区的销售就会突破100个亿 上海宝钢集团兼职以科学发展官媒指导 通过在企业内部开展最佳实践者活动 实践企业创新发展 料理宝是宝钢炼钢厂连柱车间的首席工程师 他用焊接方法取代传统的铸造方式 颠覆了国内外同行的传统观念 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焊接结构扎罐 每年为公司节约成本1000多万元 在宝钢 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发明创造成为最佳实践者 一线操作工人通过优化工作方法 也可以创造新的最佳实践 运送石灰石料的驾驶员任国有 总结出一套降低油耗的小窍门 一年下来比别人节省汽油3500多升 我们最佳实践的就是依靠12万职工 把宝钢的细节管好 一年来宝钢职工开发经济技术创新课题5500多个 采纳后实现经济效益10.6亿元 在第三批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各部队把科学邦带和基层党组织的自主落实结合起来 形成抓具体求实效的整体合力 有力地促进了部队建设的持续发展 北京军区某装甲师130多名机关干部 与所有基层营联和小远散单位实施了定点挂钩邦带 师团党委成员也与部分联队建立了重点帮带联系点 在上下联动齐抓落实的整体合力下 事关选取民主监督渠道少 老兵复退钱骨干断档等31个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成都军区驻与某集团军在学习实践活动中 以制度机制为标尺 做到高起点统筹过筛子 具体指导铺身子 效果问责打板子 通过刚性机制确保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 稳步推进有力的促进了部队建设的持续发展 连日来第二炮兵某基地党委组织基地旅团 470多名领导和机关干部 吩咐所有基层联队和哨所洞库 指导基层单位结合年终总结 搞好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 基地党委还结合第12批学习实践活动成果 编印了4万多字的帮带指导手册 提前对470多名机关干部进行专题培训 武警河南总队把解决影响和制约 政治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作为有效抓手 依据有关制度 废止了有备于科学发展的各类组织繁杂 统计过多过烂等31项土规定和土办法 健全完善了76项工作机制 既保证了基层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有序性 又提升了经常性基础性政治工作的质量效益 第四届北京文博会今天下午落下帷幕 共有43万人来到现场体会文化创意的独特魅力 老北京特色的文化礼品 以道家养生之道为理念的餐饮店等 独具创意的商业小店 一点其次妙想便形成一种商业形式 本届文博会目前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322个 总金额55.2亿美元 专家表示以文化为原创意作合的文化创意产业 正成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 手机网络淫秽信息泛滥的问题曝光后 教育工作者纷纷表达他们焦虑的心情 和制止这种行为的强烈要求 发现手机网络上淫秽色情信息泛滥后 一些学校相应采取了应对措施 为了不让这种有害信息侵害学生 学校严厉规定不允许将手机带入校园 但这也是一种因应费时的方法 因为好的信息学生也收不到 作为一线的老师呢 我们是强烈呼吁有关部门 来严格的严厉的打击这种行为 同时教育工作者们也呼吁电信企业 应当把实现社会责任放在首尾 现在呢手机上传播的一些有毒的东西 我认为就是社会上有关部门 或者有关企业吧 没有尽到社会责任 作为运营商来说 应该是在履行好自己社会责任的基础上 再去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个谁制造的 怎么就到了手机上的这个通道 是谁提供的 为了我们未来 也为了自己的孩子想一想 赶快把这个事情杀住制止 下面请开一组简讯 2010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 录用公共科目比试 今天在全国31个考区的44个城市同时举行 近百万考生参加考试 结果将于2010年1月中旬公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今年全国管理软件市场规模将达到340亿元 国内自主品牌管理软件所占市场份额达到7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08年我国内地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上 发表科技论文9.55万篇 总量跃居世界第四 全国矿山医疗救护中心 被纳入国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体系 直接接受卫生部统一指挥调度 全面参与到突发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中 西安至安康铁路赴线 西安至宝基客运专线 西安至合肥 黄灵至猴马等四大铁路重点工程 昨天同时开建 总投资470多亿元 建设工期为3年到3年半 浙江海宁警方日前破获一起网络赌球大案 犯罪团伙租用境外服务器 假冒东南亚某境外赌球网站赌球 下注金额超亿元 案件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 正在特里尼达和多巴格首都西班牙港举行的 英联邦首脑会议28号发表英联邦气候变化宣言 强调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 各方应该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发达国家应对困难国家给予帮助 尤其是对岛国海拔较低的沿海国家 和不发达国家给予资金支持 宣言强调各国必须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 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减排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切实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和法国总统萨科奇 应邀出席了这次峰会 在会上英国和法国提议 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总额为300亿美元的 全球环保基金 英联邦成员总共52个 人口数量约占世界人口的30% 本次英联邦首脑会议 是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前 最大的一次首脑峰会 下面请看简讯 俄罗斯官员28号说 27号晚上发生的 涅福斯基特快列车出轨事件 是由一个当量为7公斤 TNT的自制爆炸装置引起的 警方已经锁定一名犯罪嫌疑人 28号下午 事发现场第二个爆炸装置 发生爆炸 但未能发挥全部威力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今年6月发生军事政变的 宏都拉斯29号即将举行全国大选 由于选民分歧严重 宏都拉斯国内局势令人担忧 目前宏都拉斯全国 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安保人员已部署超过26000人 28号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 关闭了与宏都拉斯边境 应对宏都拉斯选举 可能引发的骚乱局面 日本28号成功发射 第二代侦察卫星光学3号 这颗卫星具有更高的识别精度 可以从数百公里的高空 辨别出地表60厘米大小的物体 日本政府计划 2011年建成由光学卫星 和雷达卫星组成的 全球情报处理系统 以保证全天候的 对地球上任何地点 每天至少侦察一次 拥有18万人口的英格兰小城斯文登 目前正在进行网络接入点建设 这里不久将成为 英国第一个免费无限上网的城市 不过为了防止上网成瘾 每天上网超过两小时就需要付费 作为英国数字城市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运行顺利 这种模式将向英国所有城镇推广 日前科学家呼吁 将委内瑞拉孔古米拉尔多村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孔古米拉尔多村 位于卡塔通博河口 这里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 电闪雷鸣 闪电持续时间最长达9个小时 平均每分钟放电16到40次 闪电形成的电弧有时长达5000米 这些神秘而罕见的闪电 被称作卡塔通博闪电 长期以来 这独一无二的雷电现象的成因 没有定论 有气象学家认为 闪电与当地沼泽产生的 大量沼气有关 当比空气清的沼气 上升到云层上面后 就产生了大规模的放电现象 由于近年来 这里游客不断增多 科学家认为 深移成功将有助于保护 当地生存问题上的共识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增强全面性 就是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更好的实现互利共赢 增强稳定性 就是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确保双方关系 沿着正确轨道 健康持续的向前发展 中国高度重视对欧关系 欢迎欧洲一体化 不断取得进展 认为一个强大联合繁荣的欧洲 对世界有利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努力 充分发挥中欧领导人会晤的引领作用 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巴罗佐表示 李斯本条约生效以后 欧盟机构进行了改革 内外协调能力加强 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 这有利于欧中关系的发展 欧盟高度重视中国 将一如既往地加强 同中国的合作 拓展共同利益 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欧盟委员会院同中方 保持业维存在的良好合作关系 坚定致力于推动欧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再来看 温家宝总理日前到上海江苏考察工作 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进行调研 我们来看报道 在中科院上海硅酸岩研研究所中式基地 温家宝仔细询问相关情况以后说 几天前中国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 我们要利用科学技术推动节能减排 希望你们把研究新材料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结合起来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造出自己的大飞机是中国人的梦想 温家宝来到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总装制造中心 看到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发展的喜人情况以后 温家宝说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制造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 世界上最先进的大飞机 就像我说的 让中国的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温家宝先后四次到江苏考察 看到江苏在克服金融危机影响中 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气象 他感到十分的高兴 他说要在巩固经济发展 奇稳向好势头的同时 多考虑一些有利于长远发展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 当地时间29号早上7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9点 洪都拉斯全国大选拉开了帷幕 预计460万选民将前往 设在全国的5000多个投票站履行权利 目前呼声较高的两名候选人 分别是来自执政党自由党的桑托斯 和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落卧 而洪都拉斯临时总统米切莱蒂 28号呼吁选民要积极的参与投票 但是承认存在着极端分子 在投票中心安放炸弹的风险 3万多军警将负责大选的安保工作 对于这次大选的合法性 以及是否承认大选结果 国际社会态度不一 作为塞拉亚的坚定盟友 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 和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明确表示 不会承认洪都拉斯总统选举的结果 此外巴西也表示 不会认同此次大选获胜者 为洪都拉斯合法总统 但与此同时 秘鲁外长何塞加西亚表示 在选举过程中公正透明的前提下 秘鲁愿意承认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的结果 参与调停洪都拉斯政治危机未果的 哥斯达利加总统阿里亚斯 也呼吁国际社会和拉美各国保持理智 尝试认同选举的合法性 美国国务院于近日发表声明说 本次大选是洪都拉斯恢复民主 与宪法法制的另外一个关键步骤 分析人士认为 洪都拉斯一直是美国在中美洲的重要盟友 尽管美国没有对洪都拉斯总统选举 是否合法直接表态 但其声明从侧面表明了 奥巴马政府对此次选举合法性的默认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与其争论大选是否合法 国际社会和洪都拉斯国内民众 似乎更愿意看到一个 能使洪都拉斯迅速摆脱危机的解决方案 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 究竟将如何收场 人们拭目以待 那么关于这次大选的一些投票情况 我们马上透过视频来连线 本台副洪都拉斯采访的记者凯培 凯培现在你是在洪都拉斯的首都 根据你在当地的一个观察 现在当地的投票气氛怎么样 因为时间还很早 凯培 好的是这样 那么现在是洪都拉斯的时间 早上七点十分左右 那么就在十分钟之前 七点大选已经正式开始 投票的过程也已经开始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在我的右手看到 这座粉红色的房子 就是洪都拉斯的总统府 那么今天总统府也是戒备森严 在总统府前面的大街上 只有有通行证的车辆才可以经过 在街边也有大量的军警在巡逻 那么记者在这两天采访的时候 也经常碰到军警 随时会拦下记者的车辆 进行武器的搜查 那么这次洪都拉斯派遣了 将近三万名军警 在全国范围内维持大选期间的稳定 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局势还是相当稳定的 主持人 台北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作为候选人 两位呼声比较高 一个是桑托斯 一个是洛卧 究竟根据你的了解 他们两位谁的胜出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 另外在现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就是前面遭到罢免的总统塞拉亚 他今后的前途命运会怎么样 好的 那么洪都拉斯自由党的候选人 桑托斯和塞拉亚 以及米田莱蒂是属于同一个政党 那么在05年到08年的时候 他曾经作为塞拉亚政府的副总统任职 那么在08年因为要竞选 今年的总统而辞职 那么桑托斯他现在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利 就是因为现在洪都拉斯自由党 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塞拉亚和米田莱蒂 他们之间由于发生了这次政变 因此很多在国内支持塞拉亚的人 会响应塞拉亚的号召 从而不去投票站投票 然而他桑托斯最大的竞争对手 洪都拉斯国民党的候选人洛沃 在选举中打出的口号呢 就是社会治安教育以及就业 那么这些正是洪都拉斯民众目前最需要的 那么经过了五个月 旷日持久的这场政治危机 现在洪都拉斯民众正在受很大的煎熬 那么他们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稳定下来 那么无论是谁当选 现在塞拉亚的情况都显得非常尴尬 因为由于国际社会众多国家承认 本次大选的结果 因此栖身在巴西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塞拉亚 现在就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 那么我也和很多在这里采访的记者聊过 他们有的人就认为在大选之后 主持人你好 那目前的计票结果是怎么样的 什么时候能够出最终的计票结果呢 好的 实际上洪都拉斯最高选举委员会 已经让大家等了太长的时间 本来他们宣布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9点 他们会公布初步的票选结果 然而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现在此时此刻他们 洪都拉斯最高选举委员会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 那么他们刚刚得到我们得到的消息 他解释是推延了两个半小时 是因为在计票的时候出了一点技术问题 那么现在他们给出的一些数据表明 这次投票率达到了61% 那么这个数据也和之前民调的一些数据有很大的出入 那么具体现在究竟谁是本次选举的获胜者 现在新发布会还在进行当中 如果出了结果我们会马上通报给大家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初选民调来了解选举的情况 那么根据这些民调来自洪都拉斯蓝党 也就是洪都拉斯国民党的候选人洛沃 获得超过55%的选票 那么击败了大幅领先于他的竞争对手 埃尔文桑托斯也就是洪都拉斯自由党 红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现在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 洛沃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主持人 那么目前洪都拉斯各界对选举都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在当地了解到民众支持这次大选吗 好的 其实在选举之前 我也跟很多的选民投票 很多的选民聊过天 那么他们告诉我呢 有的人是希望社会能够尽快安静下来 因此他们会把这个票投给洛沃 而有的人则是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就业 因此他们会把这个票投给桑托斯 然而有大量的人告诉我 他们不会去投票 那么现在从最高选举委员会给出的数据来看呢 参加投票的人数达到了61% 那么这个数字确实已经相当高了 那么这次选举也可以说 创下了洪都拉斯选举的很多记录 比如说这次选举有300个国际观察员 这个是在之前的选举中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现在这300个观察员的反馈都是 这次选举是相对透明公正的 而且没有出现舞弊的现象 那么从这些观察员的给出的答案 似乎看着前景还非常不错 那么在当地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这场选举能否化解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 洪都拉斯政治危机吗 可以说这个持续了到现在为止 已经五个月的这个政治危机 已经给洪都拉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洪都拉斯是全整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现在跟随着这个政治危机的不断深化 现在洪都拉斯的失业率已经将近40%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那么国民党候选洛卧在竞选中他打出的口号就是 我要改善社会治安增加民众的就业以及提高人民受教育的程度 那么这些也契合了现在在这个大 现在在这个大的动乱的环境下 这些民众人心私定的这么一个想法 因此呢也希望洛卧在上台之后能够实践他这些诺言 而且洛卧在竞选的时候也不断的提出如果他当选总统 那么他在12月份将举行一个全国的大对话 在这个对话当中所有党派所有的人都要坐到桌子上来 大家一起为洪都拉斯的未来谋求一个规划 这其中也包括目前栖身在巴西大使馆的塞拉亚 那么洛卧究竟能够能否结束目前的政治危机 并且恢复洪都拉斯的经济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主持人 好的谢谢陈凯培现场的报道 等洪都拉斯最终计票结果出来 我们再来连线陈凯培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 在本次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中暂时领先的国民党候选人洛卧 现年61岁的洛卧是洪都拉斯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成员 曾经在2004年参选总统 但是是以7万3千票之差输给了自由党候选人塞拉亚 在本次竞选中洛卧选择走中间路线 强调要处理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贫困和不安全 洛卧在竞选时候表示将会鼓励私人投资 增加就业机会推动洪都拉斯经济发展 而在对待被罢免总统塞拉亚的问题上 他表示如果他自己当选总统 他将会邀请包括塞拉亚在内的各派举行规划 这次总统选举能否如愿消除洪都拉斯政变危机引人关注 而在美洲国家当中呢 对于洪都拉斯大选的态度 现在也分出了两大阵营 在历史政府开始筹备选举时 选举的合法性就遭到国际社会质疑 作为塞拉亚的坚定盟友 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和尼加拉瓜总统阿尔特加 明确表示不会承认红总统选举的结果 28号 尼加拉瓜暂时关闭与洪都拉斯边境 以示反对大选 曾为塞拉亚提供容身之处的巴西 也表示不会承认此次大选 而曾经努力推动塞拉亚负值的美国等一些国家 在负值问题谈判无果而终之后 转而表示支持大选 28号 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表示 美国承认选举具有合法性和民主性 美国政府将密切关注这次选举 秘鲁外长表示 在选举过程公正透明的前提下 秘鲁愿意承认大选结果 与此同时 哥斯达里加总统也呼吁国际社会和拉美各国保持理智 尝试认同选举的合法性 伊朗政府29号宣布 伊朗将会新建10座油浓缩工厂 并且寻求自行生产 纯度为20%的浓缩油 为国内核电站提供足够的燃料 伊朗方面表示说 伊朗政府的决定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 有关伊核决议的回应 伊朗的决定当天遭到了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 伊朗总统内亚德29号召开内阁会议 会议上做出新建油浓缩设施的决定 根据计划 伊朗原子能组织将在两个月内 开始建设已经选定位置的五处油浓缩设施 并尽快为其他五处找到合适的位置 内亚德说 新建工厂选址将会有效防范空袭 工厂计划采用更先进的离心机 他同时宣布 伊朗内阁将于12月2号召开会议 讨论自行生产纯度为20%的浓缩油事宜 伊朗新建油浓缩工厂的决定一出 立即遭到美国 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指责 路透社则分析说 伊朗建设新工厂可能招致更多的制裁 甚至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继续关注迪拜债务危机 据阿联酋国民报29号报道 迪拜世界公司为了化解590亿美元的债务 正在酝酿四项债务清偿方案 与此同时 阿联酋央行也宣布将向迪拜伸出援手 根据债务清偿方案 迪拜世界公司将在12月14号 如期偿还旗下棕榈岛综合项目开发商 纳西尔公司35.2亿美元的债务 第二项方案是在各项债务偿还期限到来时 先向债权人支付相当于债务总额80%的资金 如果以上两种方案都不可行 迪拜世界公司有可能按照其25号提出的建议 至少将偿还期限推迟至明年5月末 最后一种方案是 如果债权人就此提起法律诉讼 公司将着手进行资产清理 29号 阿联酋央行宣布了向迪拜的书写计划 包括设立一项特别流动信贷资金 迪拜酋长国银行 以及在迪拜有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 可以以0.5%的低利率借贷这些资金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举措表明 有着丰富石油资源做后盾的阿联酋政府 开始帮助投资者对迪拜未来的发展 恢复信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港区高层商煞 大世界商城 今天凌晨3点40分左右 发生了火灾 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暂无人员伤亡报道 由于大世界商城地处哈尔滨市 最繁华的商业圈之一 而且火情复杂 交通部门一度对该大厦附近的路段 封路进行 据了解此次大火对周边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在去年的5月到6月 大世界商城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连续两次发生火灾 当时为主管部门责列 停业整改 在圆满完成为期123天的护航任务之后 昨天上午8点整 中国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 舟山号与徐州号导弹护卫舰 从亚丁湾东部海域起航 踏上了回国之旅 中国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 是于北京时间7月16号 从浙江周山某军港起航 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接替第二批护航编队 随行护航任务的 自当地时间8月1号 正式接替执行护航任务以来 中国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 已先后完成53批 582艘中外商船的护送任务 总吨位高达3323万吨 创下了护航编队 护送船舶总量最多 单批次护送26艘商船 单月护送174艘商船等多项揭露 实现了首创舰载小艇伴随护航 首次与外国军舰联合护航 首次在远洋海域与外军 开展联合军演等多项新突破 续写了背护船舶和船员 自身装备和人员安全的 四个百分之百新篇章 此外中国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 在返航途中 舟山号导弹护卫舰和徐州号导弹护卫舰 将分别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进行友好访问 同时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 舟山舰和徐州舰 还计划于12月14号至17号停靠香港 届时将在驻香港部队码头 召开新门发布会 安排甲板招待会 组织市民参观军舰 观摩特战队员表演等活动 另据了解 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 将潜出我海军亚定班 护航航线东部会合点 东南600海里 于10月30号为舟山徐州舰 进行一次海上补给 另外昨天上午10点 观音 福捷 嘉兴等12艘中外船舶 在马鞍山舰的护送下 安全抵达了亚丁湾东部预定海域 中国海军第四批护航编队 首批独立护航任务圆满完成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执行的 第140批船舶护航任务 是27号当地时间上午9时 从亚丁湾西部的B点起航的 被护航船舶组成两路纵队 由西向东开始航行 护航主要采取 伴随护航和跟随航行的方式 同时还派出特战队员 到振华6号和图强号商船 进行随船护卫 此前第四批护航编队 以会同第三批护航编队 联合完成了六批 八十余艘中外商船的护航任务 明天是第二十二个世界艾滋病日 为了消除对艾滋病的 负面和歧视态度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中国卫生部 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 最近联合发布了一个 有关中国艾滋病歧视状况的 最新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 有超过四成的 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称 曾经受到过歧视 这份报告访问了超过 两千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是中国首个包含 完整调查数据的此类报告 在全世界也是 最早涉足该领域的报告之一 研究报告显示 在知晓感染者身份后 四分之一的医务工作者 超过三分之一的政府官员和教师 持有负面和歧视的态度 正是这样的歧视所带来的恐惧 阻碍了公众获取艾滋病相关的信息 进行艾滋病检测或治疗 宇萱是位艾滋病感染者 她希望能够通过这份报告 让他们走出生活的阴影 积极地面对培训师 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是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 都能像雨萱这样 暴露在媒体面前 调查显示 百分之79.4%的人担心受议论 同时因为害怕社会歧视 百分之81.1%的感染者 谎报感染途径 问卷调查显示 百分之26.9%的艾滋病感染者 改变工作 百分之14.8%被拒绝雇佣或失业 还有百分之15.5%的被调查者 出现婚姻同居关系的变化 继续来关注吉林煤河口 煤矿溃水事故的最新情况 为了对事故现场不断出现的 新事情进行准确的判断 以制定更好的方案 加快救援进度 今天早晨 第二批六名救援专家 用百多邦 第二批六名救援